今天Fashion Talk的单元呢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它是格子正流行 因为格子呢 除了条纹之外呢 它今天也占据了 各大fashion品牌的 这个主要流行趋势 像我们大家都很了解 在LV的时装周上面呢 你就会看到了 各式各样不同的格纹出现 不只LV 比方说过去我们觉得 稍微休闲一点 像Marnie 从过去的反复的印花呢 开始以格纹去取代 整体的剪裁呢 我们会看到比较宽松 然后比较舒适 可是呢 配上的格纹呢 不是我们过去理解 这种反复的大格小格 拼凑在一起 它是比较大的 有点像我们过去看到 桌巾布的那种大格子 一块一块的 裙装它一样走格子 可是它的格子呢 就会做比较亮色的 那当然LV 今年我觉得最好玩的特色就是 它全部都是用这个双胞胎 对 Motor是走的双胞胎路线的 让你怎么样能够分辨出来 是的 然后呢 从那个很漂亮的手扶梯 这样子 整个人双胞胎走圣诞胎下来 你会看到说 我利用同样的格子 但是不同的剪裁 比方说有的双胞胎是穿裤装 然后另外一位姐妹呢 就穿裙装 你会发现到 同样的格纹 在他们身上有不同的表现 格纹在我们人的视觉上面 本来会觉得 它是一个平面的设计感 但实际上 走到人的立体上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它整个 不用很精密的计算的话 它没有办法做出 这么漂亮的洋装 那另外就是Machino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 今年也是走非常非常的华丽 但是这个华丽里面 是带有一点复古的风格 它是跟LV一样 都以过去的60年代的装束为发想 如果你是奥代利赫本名 你就会知道 它某一个1967年的公路电影 这公路电影里面的 很漂亮的复古小洋装 无袖连身洋装 或者是七分袖的长大衣 在这上面都被Machino 大量的运用 但是共通点就是 他们很喜欢把格子放上去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今年春夏 想要很硬的穿着 我想格子绝对不能错过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像Machino的 这个甜美格纹 或是像LV的春衣盎然格纹 或Marnie的简约 但是双色格纹呢 我想格纹真的都是要考验 所有设计师们的功力了 需要打得将军 标准理的微信 小心